周浩鼎議員 不同的部門下去實地視察 我希望能夠盡快落實 第二件事就是我和民建聯主席李慧琼都一起 早前聯合做了一封信 去了給廣東省省公共辦 都希望內地當局可以協助處理那些內地違規旅行團 就想看下特區政府方面也都如何 會和廣東省文化旅遊廳去做些協助 去處理或者做些執法去處理這些內地的違規旅行團 我相信有效地可以規範這些違規旅行團 讓它可以有個走戰模式安排 讓它不只是集中來東沖社區 可以分流去不同的地點 有效舒緩東沖的情況 最後一點就是我都想問一下 因為留意到不少的內地旅客來大橋 是屬於到此一遊打卡團 我就想問一下特區政府 會不會盡快在香港口岸做一些購物配套 或者短期租約給那些商舖先做 讓那些旅客如果需要購物飲食 他可以在香港口岸做了 他就未必一定要再走出來 或者去東沖 又可以舒緩現在社區的壓力 早前我都跟相關的政策局溝通過這個要求 希望特首你可不可以再繼續跟進這件事情 謝謝 特首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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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這個把B6這條線的巴士站搬遷 我們是看過 今天沒有完全的定案 因為它可能會引起另外的問題 因為如果那些人在那裏下了巴士又要走回來 可能也是在當區製造更加多的人流 不過這就是我們時開放態度可以再研究 第二就是打擊那些違規的內地的旅行團來到香港 這件事廣東省是高度關注 已經出了一個我們俗稱叫紅頭文件 是要有關的旅行社要遵從的 第三個問題我想稍微放大些說一說 就是事實上我們不止這個措施 總統翻譯 主席 初次議案 葛珮帆議員 每天有五萬人次用橋入境 大概真的好像周議員所觀察 有五分之一 其實什麼交通工具都不用 即是說他過了境 就在口岸的大樓那裡流連 換句話說 或者都是可以顯示 他們是吸引來了一個 這個世界級的廣州大橋的體驗團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在研究 如果他純粹都是體驗 可能有兩個方法 第一就是說在廣州大橋的東仁宮島 其實去到那裡都很好體驗 如果大家記得 習近平主席在主持開通之後 巡覽都去到那裡 就已經體驗了這條大橋 在那裡可不可以成為一個 給旅客的吸引點 然後回頭 第二就是好像周議員具體提出 在我們自己的旅檢大樓 安排多一些的設施 等到那些旅客 就不會說需要特別乘車去東涌 才能買到少許東西 手信那些 所有的工作全部在這裡進行 希望能夠盡快樂實 多謝周議員的提議